大家好,我是追影,现在机会们的球方就把费,连接板时光机,所以必须发大门2B七甲舍了,看机场比拼,这场还是有拼的一线玩家八神越挑战装甲车 来看大门连接小跳朝天脚会空,七甲舍还是在寻找一个机会 空中连接跳地,再跳地轻手,轻手连招前倾腿,但是并没有连上 前倾腿在压,大门现在也是不敢戒身,你看七甲舍这个牵制能力很强 然而这个装甲车还改变了一下这个排序的人物排序,换了主力 大招直接抓头,把他扔到板边 直令头再摔,看大门也剩血不多了 看来装甲车这一次切换那个主力还是有用的 青脚接一个爆摔,摔到之后再直接大招抓头 大门直接被炸死,这个大招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现在来看下一场,李七甲舍也属于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在这个98C版本 现在我们来看陈光汉出场转锤,直接被托马斯打到 来小跳一下,跳地奉公,再次一个转锤,攻入小跳CD,跳CD两次 再砸一锤,转锤,摇到板边以后跳地再压 连续的转锤狂压磨血 这个防柱掉血是很多的 钢CD,跳CD 转锤,撕连以后 他还是无法冲出,再次一个跳CD,接铁球大包走 七甲车终于是撑不住了 关在板边他就没能出来 现在来看下一场 来看装甲车这个轰丸 也是非常强的一个人物,如果练好的话 但是就急气有点慢 这是他的一大缺点 跳地转锤,闪电梯强弹 下盘两点,一被闪神 打到板边之后,轰弯技与跳CD接住 但是还是被陈光汉一把强抓 摇到板边以后,连续的跳跳 跳CD战壁,咕噜,铁球 跳CD接一个铁球大包走 打到板边以后,我们来看咕噜铁球再打空 跳CD,跳CD两次 转锤再走 但是我们还是进行到下一场 这个把八神换下来 感觉是一个失误 来看装甲车追回一个莉安娜 来泡泡过去 空中小天被封 陈光汉现在又开启了关板面模式 关墙角模式 跳CD直接被钢 铁球打起来空中跳CD 距离过远,没有再次接上招 感觉这一次陈光汉又把他一把盯住 上铁球大压杀被抢反 看陈光汉又没有再次下一个好机会 空中连下的小跳 能量还炸一下 能量还再炸一下 莉安娜继续寻找一个爆发点 跳CD紧够轻手一摸 陈光汉泡泡过去连下的小跳 小脚一先,没有先到 下盘一点击超B 陈光汉的噩梦即将到来 手刀扮演员打到板边手击刀落 最后使用一个大招完美收招 仍然杀到他的暴斗八神 看暴斗八神出场了 莉安娜也胜血不多了 感觉希望不大 悬念也不是很大呀 跳臂风空下精腿 跑抓小风 天堂之眼一个炸 二连以后奎花直接被抢反 莉安娜继续小跳过来下半两点接住 三连以后用必杀点杀 但是八神还仍然有机会 奎花确认接天堂之眼 把他直接收拾了 大家请问底下关注我们下次见